在视频开始之前,让我先确认并添加几张图片。 王一博假发戴了大半年,每次造型各有特色,从粉嫩穿搭到纯白穿搭,展现了他的多样风格。 而肖战新剧《藏海传》的首款《海报》也新鲜出炉,充满权谋氛围,带你唱快入局。 这些信息是我尽量最快更新并带给大家的。 我使用iPad和电脑,并从允许使用的来源如Pixelbook和Pixels中选择图片,逐针手工编辑视频。 希望大家能喜欢。 现在,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王一博和肖战的最新动态吧。 王一博假发戴了大半年,每次造型各有特色,从粉嫩穿搭纯白。 王一博跟粉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粉蒙的可爱,是角色未弱来赋予的,粉嫩的穿搭是王一博赋予的,不接受反驳。 他可以开着骚粉色的赛车,就可以穿着粉嫩的衣服出来乍接,戴着大半年的假发,各种中短发,各种乍毛小狼尾,配合不定时的肤色,给你一种从未有过的换装袖。 是的,是换装袖,这次王一博代言的品牌方,为了迎合即将到来的520,各种新鲜造型的王一博出现了。 海伦凯勒眼镜陪伴王一博走过了三个年头,每次都有新款,每次的造型都会让你眼前一亮,很懂得拍它,有不同色彩的王一博,从白色到绿色,再到粉红色,总有一款适合你。 为了迎合5月份的甜美,这次王一博是粉色系的,哎呀,这次的套装居然还有花边呢,粉色配花边边,娇嫩得无可挑剔,粉蒙的王一博,戴着墨镜,整个人看起来和昔日的他与众不同,牙匹的帅气扑面而来。 原本以为粉色可以让人禁不住诱惑,如今看下来,王一博果然是那个有气质就可以融化一切颜色的男人,穿什么都可以轻松拿捏到位,转化为自己的风格。 与此同时,安踏起会袖手旁观,推出了灵探位主题的文化衫,解构创意化拼接,简单的一件白色接续,搭配拼图下的标签,一件简单的衣服突然变得有记忆点。 不得不佩服安踏,抓人心思不言而喻,各种的推陈出心,把穿衣风格提升了好几个时髦度,配合王一博的穿搭,逐渐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,更是把自己打造成了时尚潮流前线。 安踏的创意向来很有特色,很懂得如何借助王一博来做宣传,更是贴脸开大,拉出巨型横幅,打造了网红打卡区,果然是厉害。 这次更是把王一博短发炸毛狼尾的干净与清新拍了出来,搭配自己灵探主题,简约又大气,果然出手不凡。 话说,王一博的头发到底短成什么样?戴了大半年的假发,有点好奇,不过在近日赛车的现场,有人拍到了,确实是寸头小丸子,貌似现在还长了一丢丢,看起来好稚嫩。 不过没关系,电影人鱼已经拍摄完毕了,后续王一博就要忙着筹备自己的演唱会了吧,不知道晒黑后的他,何时能够白回来,一个夏天过去,不能再黑了吧。 我是小肥妖,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,假发戴了大半年,终究还是小寸头,粉嫩的伯伯,我们依旧还是喜欢到新坎里,代言一波接一波,新鲜又实惠。 话说王一博代言蜂拥而至,让人应接不暇,听说还有银路,燕之乌的代言也会官宣,果然是招财小金珠,厉害啊。 肖战藏海传首款海报新鲜出炉,全谋分为带你唱快入局。 戏大大普奔啊,朋友们。 肖战主演的古装剧《藏海传》发布了首款海报。 全谋分为拉满,带你唱快入局。 还话题也迅速冲上热榜首位,肖战的热度就是挡不住啊。 该剧在剧组的严防死守下,一波又一波的路透流出,搞得剧组疲惫不堪。 今天终于有合法的物料和大家见面了。 目前,该剧还在横电紧张的拍摄当中,临近收尾阶段。 此款筹谋在新海报的发布引发巨大的关注。 海报里,肖战饰演的藏海低垂眼眸,目光伶俐,心思难辨,配合氛围感满满的背景音乐,真的是一下子就有了全谋大剧的感觉。 沧海大人在多方势力蠢蠢欲动的朝堂争斗中,凭借过人的谋略站稳脚跟,探寻正义之路。 今天,2024优酷年度片单也正式对外发布了。 《藏海传》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剧集之一。 该剧拥有阵容超级豪华阵容,顶级配置。 总导演郑小龙,集结了肖战,张静怡等实力派星光演员,将为观众们打造备受期待的豪华视听盛宴。 此款海报制作就非常的用心。 肖战藏海为核心的画面突出了该剧的大男生属性。 肖战也颠覆了之前他给人的正派和善的印象,眉头紧锁,眼神灵力难测,很有视觉冲击力。 直其谋示密真相,洞察时局探命运。 乾坤变幻或人心,以身为道破乱局。 肖战饰演的藏海大人终于在千呼万唤当中亮相了。 虽然仅仅是一张海报,但高级的质感和故事感却拉得满满的,不愧是郑小龙导演时隔十年再次倾倒的顶级古装剧作。 网友说我为藏海大人朝思暮想,辗转反侧,今日终于惊鸿一眼,合法见面了。 估计下次可能就是能动的物料了。 不得不佩服肖战的表现力,就一个眼神,已经看到了藏海大人身上背负的血海深仇,把全魔大剧的大男主的位展现得淋漓尽致,不愧是肖战,好带感,好游戏,大剧很妙的感觉啊。 藏海大人一张海报就把我的心拿下了,不敢想象藏海大人和大家正式见面时将掀起怎样的血雨腥风。 咱就说真是等不及了,藏海大人快快来吧。 肖战的藏海传首款海报新鲜出炉,不禁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。 作为当今娱乐圈的顶流之一,肖战的每一个新作品都备受期待,而藏海传也不例外。 从这次发布的海报来看,整体风格充满了全魔的气息,仿佛带领观众进入了一个充满算计和策略的世界。 海报中,肖战饰演的角色眼神坚定,周围分为暗藏玄机,让人对剧中的故事情节充满了好奇。 肖战凭借他细腻的演技和强大的角色塑造能力,一直以来都能够给观众带来惊喜和震撼。 《沧海传》作为一部以全魔为主题的剧集,必然需要演员能够在复杂的情感和权力斗争中游刃有余,而肖战无疑是一个合适的选择。 不仅如此,海报的设计也极具艺术感,背景中的元素精致细腻,给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阴谋的压迫感。 这种氛围正是全魔剧的精髓所在,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紧张而又激动的期待。 《沧海传》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全魔剧,更多的是对人性和权力的深刻探讨。 从海报中可以看出,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有着自己的秘密和目的,这种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剧情走向,必将引发观众们的热烈讨论和猜测。 总的来说,肖战的《藏海传》首款海报成功地勾起了人们的兴趣和期待,全魔氛围的渲染也非常到位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这部剧将会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充满智慧和策略的世界,让我们拭目以待肖战在这部剧中的精彩表现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